你好 欢迎收看3月13号大华联地方新闻 我是吕慧 封闭乡 湘海剧场及一家路兰广场 历经十年土地变更 部落会议和招标 在今天举行的开工典礼 未来要作为文化展演旅游住宿期文化体验场所 总经费达1.9亿元 原住民族委员会的主委一将把洛表示说 这是中央补助原住民族单一工程预算最多的一项 期许2024年完工之后可以成为原民创意据点 也希望借由反腐为真 夫许的真理 将我们希望的记忆 提起部落文建站的老大人 很有活力的在舞台上舞动着 为封冰乡 山海剧场及加路兰广场动图典礼揭开序幕 也特别用原住民族仪式祈福工程顺利 这是华联县封冰乡 山海剧场及加路兰广场的动图典礼 原民会主委表示 这项计划用地取得 和部落资商同意两大关 历经多次协调完成 真的困难很多 用地取得 还有部落资商同意 光这两个关卡 我想 副县长当时 或者现在的副立委 光是地点的显定 经过多次的协调以后 终于在我们期许里面完成 那是最困难的部分 县长徐政委表示 山海剧场完工之后 希望优先由在地团队进驻 期盼能够达成吸引青年回乡 人才驻留的计划目标 我们希望冬土之后 能够在113年 能够来完成 而这两年当中 其实我们在办花莲美学节 我们也把原住民的工艺师的作品 能够在花莲美学节来呈现 让我们的所有的工艺品 被世界看到 而不断的提升我们的工艺品的价值 以及它跟着时尚来做 古老的智慧是不会被抹灭的 古老的智慧因为时代而不断的更古更新 只要我们保存它 怀念它 而且真正让它放在我们的心底 我们实践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上海剧场即加路兰广场 未来将作为文化展演 旅游住宿以及文化体验的场所 总经费达1.9亿元 圆明会主委一江八落说 这是中央补助原住民族单一工程 预算最多的一次 结许2024年完工后成为圆明创意据点 记者高声双风冰箱采访报道